為了緩解少子化的難題 政府是再推了育兒相關政策 行政院是拍板 支持育兒津貼取消排付條款 除此之外 為了讓幼教人才可以長久留任 所以也調高了公共化 托育人員的薪資 從二點八萬元 變成三點五萬多元 而至於總公共托嬰中心 準公共幼兒園的教室和教保員 固定薪資基準 也會依照年資等條件來提高 育兒津貼以及托育補助 都將不排付 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 行政院會拍板 明年開始育兒津貼和托育補助 取消排付條款 要讓一百零三萬名的 零到六歲幼兒全面受照顧 但只有津貼還不夠 要想留住好人才 行政院會也公布了 要調高托育托嬰人員的薪資福利 公共托育部分 薪資的部分 比照現在非營利幼兒園 專科的薪資來做處理 準公共裡面 不管是托嬰中心或者是幼兒園 是讓兩方的起薪是一致的 同時也都朝向依照年資分三級 來給予協助 依照規劃 零到二歲的公共化 托育人員薪資 從二點八萬 調高到三點五萬多 一次上漲七千多塊錢 至於準公共托嬰中心 幼兒園托育 教保人員 也會依照年資等各種條件調薪 還有教保員的教保費也有所提升 老師對於這個政策都是蠻感謝的 但相對而言他們的薪資在外面 跟其他行業比起來是相對較低的 會希望就是未來可能再加入一些什麼 年資的考量啊 不管是合格教師或教保員 在我們幼兒園的工作內容都是一樣的 從九百成為兩千 我們覺得如果說只差一千塊 是不是應該是大家同工同口 如果不包含勞健保 勞退金 調五將近30% 不要像過往一樣 又是由經營者自己出 那因為與病毒工程兩年多了 經營者的虧損其實已經很重了 政府卻沒有配套作施 其實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實踐它 第一線從業人員感謝政府的加薪美意 但十有幼教團體也期許 未來做相同工作的教師和教保員 可以盡量同工同酬 對於經營者的保障也必須要兼顧 才能夠真正的讓這一群專業人士受惠 記者 唐真 周富財 特別報導